爱是一个圆满的祝福 一群默默行善的老公朋友们 带给我们的城市一股真善美的力量 欢迎收听《这刚人爱爱》 欢迎回到《这刚人爱爱》台南做工行善团 我是主持人王美霞 我们今天所邀请到的贵宾 是我们做工行善团的志工家族 我们泥水工会的洪辉虎队长 以及他的孙子洪军伟 那我们从前面两段了解 军委他在国中开始的时候 阿公就手把手教了他 今天进入了泥水液的整个行业的 许多重要的技术的学习 那么在技术学习之后 现在目前我们的队长也希望 他的孙子可以各样皆能 所以因此在他的学习历程之中 也把他带到了我们修缮团队的现场 为弱势团队来修缮 也让他一一的把一些的技巧 也在现场指导可以学习起来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军委 阿公总共带你参加了大约多少场的修缮 七八场这边 哇了解 所以您自从这个高中毕业之后 就一直在这个正式参与七八场 那你去这个整个修缮里头 你看到的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感触最深就是 就是一个家庭啊 他有一个儿子 还有一个女儿 他那个儿子可能就是行动很不方便 然后就是精神上也有问题 然后就行动也不方便 然后他女儿就是可能自己也是 他行动是方便的 然后他精神也是好像也有问题 然后可是又看到他们已经这样子了 然后又要住在一间可能还没有修缮的房子 就很那种破破烂的可能会滴水啊 臂癌有什么没的 可能看着其实会心疼 了解 也就是说其实那个现场应该就是很破烂 其实我们的队长一定是感触更深哦 让我你看那我去散开的情况有多少 感觉是这样 因为刚才经约在说这段时间是在南西了 因为当初他的地板是都土的 是 啊 真的有告白 他低调他做照片 啊 真的哦 低调他以前的低调在做照片 了解 所以局长说去警察改修后 全部都要打太阳 因为他有一个小孩 小儿子都在头下在爬 了解 另外他们这个 那个算起二节的 是 他刚才说 有点障碍 有点障碍 但是他爸爸我看来也好像有一点自闭障碍 了解 大姐是正常的 嫁到北部去 了解 所以其实一家的感觉上是很困顿的嘛 对对 所以你们去真的南西就很了 你记得工程你们做很久 对 也是赶工的 对 我记得那工程是相当的赶 赶在过年前是不是 还是就是赶一个假日 所以那时候带他们过去 所以那时候其实厂看的第一现场 你是有去看 对 然后那晚例又稍微做一点整理 再让军委他们这个团队跟得进来 所以结果就是你们看的不是最差的 你就这样感触了 你们阿公看的更差 真的就是这样 那所以你去修缠的时候 当时在那个案场上你做的是什么工作 做的是修补别人的失误 就可能在厕所 哦 了解 瓷砖 浴室的瓷砖 浴室的瓷砖 哇 那这个地方又更辛苦了 对不对 那是怎样的工程 艱苦是怎样的 那是怎样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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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边在做的一种很专业的 了解 那我们这里说一句 真的大多数都算全能的学会做的 就对了 但是他们不去找的水瓶仪器 哦 所以打起来太阳 可能在那间修花有一点积水 了解 那我带他去修补 啊 我记得 我有看到那个照片 就是你们主持人两个 然后去做第二度的学生 其实我看那个画面是很感动 是因为我们志工团去不是欧白做 做得不好 我们打起来定做 所以那天他们就是 我在做南西的这个报导的照片的时候 他们跟我说 每小时他们那两个祖孙 红灰湖出来了 很久会有两个祖孙 还有跳胶子 我有点害怕 那因为是 你们要用比较专业 让他做到 真的是 还是要晋善晋美 虽然那一天帮助 但也没有帮助又晋善晋美 感觉是对 所以你跟阿公两个那天的跌了 跌了 跌了一天 也可能半天而已 半天就处理起来了 了解 所以那个岸上你是觉得感触比较深 对 肯定是 我不会因为工作这样才会印象深 就是看到他们人 我了解 你一直说 工作是工作 你就专心做 可是看到怎么会有这样的一家人 你的感觉就有感触 你的感触是什么 失落 我也不会形容就是 就靠这家这样辛苦的人 对 然后感觉他们就是没有什么经济收入 然后就觉得那个大姐又白飘嘛 就都没有什么回来 就是没有帮忙他们这样 就是蛮心疼的 对 那所以有没有想到说 你很好命啊 有啊 所以对阿公在做的时候 阿公给你买的不是他说话 是怎样的 真的 我如果是很好命 有这么好的阿公在自己教就对了 真的是这样 那所以你现在目前也大概有参与了 七八场的这个案场 那其实阿公在你很小的时候 还是有带你到我们志工团 我们今天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 讲一下是我们在这个做工行事案团里面 其实像军委这种默默的黑人口很多 什么叫黑人口呢 他们其实很早就进来帮忙 可是因为阿公就觉得说 要成为一个正式的我们修缮团的团队的团员 其实要有一个 我觉得一个比较正式的仪式跟一个规矩 所以其实他也帮忙了 然后也跟阿公来看了 但是他也希望他的孙子可以在当完兵之后 正式很光荣的成为我们修缮团队的一员 因为那个对泥水公会来讲 那是一个很好的标章 那军委您现在当兵了吗 还没 还没马上要去当兵了是不是 对差不多今年 那你长那么帅去当兵怎么办 那我问一下阿公好了 因为我们大家每次看到你去都很开心 第一个让我们的做工行事案团 挹注了一股非常好的一个火力 第二个想说哇金城武呢 然后刘德华来了 阿公对于这句话的赞美 有什么感想吗 年轻人都比较厉害 大家看到都比较厚 比较厚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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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 说以前年轻人也有人说我很像刘德华 老子刘德华 老子刘德华 路易斯笑到不行就对了 我们有关系 看来现在这个DNA很重要 但是我觉得其实你们祖孙传臣最好的感觉是 我觉得对生命这种热观热情跟很好很好的一个支持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军委 如果您已经有这样的机缘 在你当兵之前参与了我们整个做工行善 跟着这群应该是叔叔伯伯他们 看他们做 你怎么看这群叔叔伯伯他们在这个修缮线上 可能就是在他们身边偷学一下他们的技巧 那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你很好的一个模范的学习 所以当兵完之后一定要记得跟着他们的脚步一起往前走 对不对 那你最想跟我们讲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有能力就是帮忙 就有力出力嘛 出来当志工 对 就可以看到你 对不对 然后大家很欢喜的做好事 真的是这样 那我想其实呢 军委能够进来我们的泥水志工 成为我们做工行善团非常胜利军的一组 对我们来讲其实更大的期许是 我觉得我们今天在整个这个志工家族里面 我们更希望年轻人加入 会让我们觉得我们的做工行善团 就可以辞职一遍做得更久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我们这个红卉虎队长 对于军委他加入我们这个 你整个泥水志工跟休善团队 您最想说的是什么 最想说还是当兵回来再继续 你不要我不去碰碰 真的吗 继续传承这一块下去 那拿走看拿走 了解 不过我觉得我们队长 其实我在访问您的时候 我还蛮佩服您对整个 自己生活的一种调配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 做头水就是灰头土脸 哎呀以前军委你也这样误解你阿公 对不对 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阿公灰头土脸 连洗完之后帅帅的 他还可以去潜水 你觉得你想过像阿公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休闲生活吗 当然会想要 对 所以他的基本的就是阿公讲的 我们今天一期在所要把他学起来 但是他现在都去骑夜野车 还有沙滩车 了解 我以前还有两台的水上摩托车 他们已经前去要去稍微修复一下 也想去玩海了 我想其实来自于阿公身上的DNA真的是非常强大 不过您放心 我相信你有那么好的典范在前面 军委怎么走 这整条路都是对的 我觉得在做工行善团的志工家族中 我们看到的是大手前小手非常好的力量 他们这家人里头可能有的是夫妻 有的是父子 有的是母子 有的是兄弟姐妹 其实你能想象在每一个很好的一个假日里头 原本他们可以出游 原本可以去休闲 然而他们却走入了许多的修缮的现场 让他们留下的每个汉住的假日 都可以让许许多多弱势团体 因为他们的努力而有温暖的家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这一对的祖孙 来跟我们分享志工家族的许许多多的心声 谢谢我们的泥水志工的红灰虎队长 还有我们的君伟 谢谢 谢谢美贤老师